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一個等腰平行 這兩個平行 AV等於AD AV等於AD 這個都是6 角AVC 這是60度 則對角線 VD的長度 VD跟AC是一樣的 因為這是一個等腰三角形 跟這是一樣的 那麼他們這個VD的長度 那等於AD的長度 那這長度怎麼算 這是6 那這個多少呢 這就是3 這是3 這是3 根號3 因為這是1比根號3 1比2比根號3 這是3的話 所以這是3根號3 那 這裡是3的話 那等腰 我看 這是6 這3這也是3 這是6 所以VC是等於12 這個3是6 所以這是9 這9 這9 這3跟號3 所以AC等於多少 AC 等於這個 VD VD 等於多少呢 這個平常加這個平常加根號 這有3的 這是9 這3可以抽出3來 抽出3以後 抽出3的 跟號3的平常是3 這9抽出3 剩下3嘛 3分得9 所以這個是12 開根號多少 2跟號3 23得6 6跟號2 2跟號3 這個是根號12 這是2跟號3 剛剛講錯了 32得6 6跟號3才對 再我們看T型AVC的面積 AVC的面積 這是3跟號3 這高我已經知道了 所以它面積A 就等於上底 加上下底 下底是12 6加3加3 上底加下底 乘以高 高是3跟號3 乘以高除以2 18 2 9 18 9 3 27 27 跟號3 面積是等於27 跟號3